郑少秋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帅气演员 凭借饰演张无忌和楚留香等角色 获得了港剧《第一武侠小生》的称号 可相比他的演技来说 他的私生活更引人关注 抛弃第一任妻子和长女 利用肥姐的资源 出名后又 抛弃了肥姐和次女 屡次抛弃妻子的行为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这大概也是 她在圈内发展不到最后的原因之一 前几天 郑少秋长女郑安怡自杀去世 郑少秋身为一个父亲 只通过了现任妻子关金华的嘴发声 遭到了不少人的吐槽 身为一个父亲 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就算了 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差点让孩子的后事都无法进行 这是一个父亲该做的吗 长姐的去世 让网友忍不住对身患抑郁症的郑心仪 表示担忧 虽然郑心仪和长姐的感情不深 但毕竟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 另外 郑心仪现在非常脆弱 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让她产生不好的想法 就在大家担忧的时候 郑心仪现身了 郑心仪现身悼念长姐 剪掉了之前的长发 还把发色染成了黑色 前段时间 郑心仪现身书店被偶遇的时候 一头黄色长发 身材还属于微胖 再次现身 郑心仪变成了黑色短发 身材也瘦了很多 郑心仪剪掉长发 眼眶含泪 令人心疼 网友纷纷安慰她 不要因为长姐的去世 折磨自己 让自己报受 郑心仪用自己的方式悼念长姐 比郑少秋这个做父亲的 有情有义多了 郑心仪没了母亲 父亲也组建了新的家庭 父母留给她的最后念想 只有6000W的遗产 可这笔遗产 似乎并没到她的手里 郑心仪已经过了继承遗产的年级 为何没有拿到呢 据悉 郑心仪的6000W遗产 一辈男友抢走 感情给她带来的打击 也是她抑郁症加重的原因之一 郑心仪在感情方面 受过很多伤害 并不是因为她恋爱脑 而是男方是渣男 郑心仪的感情史 似乎一直不顺 但她又非常需要 有个人爱护她 弥补父亲带给她的伤害 所以郑心仪总是受伤 本以为她这次遇到的 会是个好男人 能帮她渡过这个难关 没想到也是个靠不住的 郑心仪目前住在一个小公寓中 在发型师兼好友的陪伴下 改变自己度过难关 单凭这一点毅力 我们就该多去关注和支持她 陪她走出来 也希望郑心仪能明白 只有自己能给自己安全感和依靠 找男友还不如跟好友 保持长久的朋友关系 朋友是不会背叛她的 也希望郑少秋 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多关心郑心仪 不要再让自己失去一个女儿了 跟关精华的女儿是女儿 跟肥姐的女儿就不是了吗 另外 郑少秋和三女儿 曾被传私生活混乱 四个女儿三个出现了问题 真不知道她这个父亲 每天都在干什么 既然没戏拍了 就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他们可是要给她养老的 9月30日 郑少秋的大女儿郑安怡 被发现在美国南加州公寓内 上吊自杀 消息一处 舆论哗然 让人震惊又难过 大家才知道 原来秋冠还有一个长女 郑少秋一生经历过三段感情两段婚姻 育有四个女儿 第一段感情还在邵氏演一般学习 与卢慧如坠入爱河 两人恋爱三年并没有领证 在1968年 卢慧如生下郑安怡 她也是郑少秋四个女儿里 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女儿 当时郑少秋才21岁 经常为生活琐事发生争吵 最后 卢慧如带着女儿远赴加拿大生活 郑少秋只负责给女儿抚养费 供养到女儿大学毕业 第一段婚姻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肥姐沈殿霞 沈殿霞怀孕期间 就发现郑少秋出轨 为了让肥姐放心 郑少秋提议结婚 结果这段婚姻没维持多久 在二女儿郑欣怡八个月 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父亲的不闻不问 加上母亲英年早逝 给郑欣怡莫大的打击 这些年 她一直患有重度抑郁症 健康问题 让李文以及外界非常关心 第二任妻子便是关昌华 为郑少秋生下郑永恩 郑永夕两个女儿 对于大女儿郑安怡 郑少秋很少谈及 有一次采访曾聊起 她说即使在街上遇到 也不一定能认出来 没想到55岁的郑安怡 最终因为陷入三角恋 选择自杀 有知情人爆料 罗慧如从小给女儿灌输 父亲是渣男 思想导致郑安怡对男人出现了偏执 也一直不愿意接近这个父亲 只有郑少秋去美国参加活动 父女俩才有机会见一面 后来 郑安怡独自离开加拿大 去了美国生活 和母亲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这次自杀 和她在美孤苦无一 感情不顺有很大关系 天主教堂联系不到郑安怡的母亲 才用喊话方式联系郑少活 希望她能来置办女儿的后事 郑少秋四个女儿虽然同父 却是不同的命运 大女儿离世 二女儿抑郁症 最幸福的还是三女儿和四女儿 父母常年陪伴 从来不缺父爱母爱 得知郑安怡离世 香港歌手珍妮曾发文痛批郑少秋 质问她年龄 心理 经济状况都没做好准备 为何要生娃 10月5日 珍妮再次呼吁郑少秋 多关注二女儿郑欣怡 不要一错再错 就算女儿嫌她啰嗦 郑少秋也得多关心她 郑少秋之所以能走红 全靠沈殿霞的资源 她和肥姐恋爱长跑11年 是肥姐帮她拿下书件恩仇录等经典作品 祝她事业辉煌 沈殿霞冒着高龄风险 为秋冠生下女儿郑欣怡 但最终还是没留住郑少秋的心 郑欣怡前不久身陷抑郁症风波 还曾短暂消失过一段时间 网传跟经纪公司发生纠纷 当时郑少秋也没出来发生 据悉 郑少秋很少主动联系这个女儿 平时有什么事 都是郑欣怡先联系爸爸 才会有所回应 对于这个女儿 郑少秋应该是有所亏欠的 可惜她四个女儿的命运 真是大不相同 她太亏欠大女儿和二女儿了 令人唏嘘的是 郑安怡今年55岁 龚金华59岁 长女只比现任妻子小4岁 希望郑少秋好好听珍妮的话 多多关心二女儿郑欣怡 郑少秋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武侠形象 她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男性 也是个多情的男人 她经历了三段婚姻 育有四个女儿 但并没有给她们一个完整的家庭 其中 她的大女儿郑安怡因感情问题 在美国自杀身亡 这让她备受指责和质疑 而她的二女儿郑欣怡 则多次因患抑郁症自杀未遂 令人十分心痛 近日 与郑少秋有过合作的歌手珍妮 为郑欣怡公开发声 希望她能够摆脱阴影 变得更好 珍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她和郑欣怡从小一起长大 女儿的年龄只比郑欣怡大一个多月 她将郑欣怡视为自己的亲人 对她非常关心和疼爱 她说 郑欣怡是一个非常聪明 和有才华的女孩 却不幸遭遇了很多困难 她从小就没有得到父亲的关爱和教导 母亲沈殿霞也早早离世 她在感情方面也经历了很多挫折 曾与几个男友分分合合 此外 她还被王思聪在微博上指责为 富豪收割机 导致名誉受损 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她深陷自卑和绝望之中 珍妮透露 郑欣怡遭受严重的抑郁症困扰 需要长期使用药物来控制情绪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 会对人们的思维 行为和情感产生负面影响 抑郁症患者会持续感到悲伤 无助 绝望和无趣 他们可能有自杀倾向或举动 珍妮透露 郑欣怡曾多次试图自杀 但幸亏及时被发现 并及时得到救治 她表示 非常担心郑欣怡会走伤她姐姐郑安怡 曾经经历的痛苦道路 珍妮希望郑少秋能多加关注和支持郑欣怡 不要再忽略她了 珍妮表示 郑少秋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没有履行对女儿们的责任和义务 她没有给他们温暖幸福的家庭环境 也没有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和引导 她只关心自己的事业和感情 忽略了女儿们的成长和需求 珍妮希望郑少秋能反思自己的错误 并尽力弥补 她说 郑欣怡还年轻 有很多机会和希望 她需要父亲的关爱和鼓励 需要一个让她感到安全和幸福的家庭 珍妮的言辞揭示了郑少秋家庭的悲惨和无力 这位曾经辉煌一时的男性 却未能给予女儿们幸福的人生 他们中有人选择自杀 有人沮丧抑郁 有人隐退不见 他们的命运令人心痛 也令人深思 我们不知道郑少秋是否听到珍妮的呼吁 是否能改变自己的态度 是否会为郑欣怡带来新的开始 我们只能祝愿郑欣怡能够战胜抑郁症 重新拾起对生活的信心和热情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